司徒妙算戳红琴 不用干戈不用兵 三战虎牢屠费力 凯歌雀奏 奉怡婷 好 来自密手小吃 咱们是接演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今儿是说到第十三回 正说到热闹的所在 上回书热闹极了 是不是 凤怡婷 貂蝉 貂蝉 咱们看看貂蝉这演技 赢得东汉末年 奥斯卡 最佳女主角 小技人 就靠这演技 历史上古往今来说到这一段 你甭管是评书评话 老百姓民间传说 都说凤怡婷 吕布戏貂蝉 是不是 咱们这个把这故事捋下来 这是吕布戏貂蝉吗 吕布啥小子呀 是 是吧 让貂蝉 丸于鼓掌之间 这叫凤怡婷 貂蝉戏 吕布 画手跟肉夹魔差不多 貂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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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着吕布玩 貂蝉 逗完了吕布 然后貂蝉 再逗着这个董卓玩 嘿 最后 给董卓 给斗鸡了 骂 李如 你再劝我 你把你媳妇给她呀 我讲李了 是吧 李如她媳妇 是董卓的闺女 董卓也疯了 貂蝉 给这爷俩 全给她疯了 嘿 是不是 这段书呢 在这个三国演义 这里边是 至为精彩的一段书 是的 我看这段书的时候呢 我看的非常细 几个版本都看了 其中呢 我最喜欢这个 毛批三国 毛龙毛冬刚 批这三国 说到凤怡婷这一劫 那貂蝉演技炸裂 炸裂 是吧 先要往何花池里跳 然后咱们下辈子再见吧 相亲于来世 是吧 最后把吕布 给吕布斗急了 吕布横打鼻梁 我吕布今生不能 娶你为妻 非英雄也 马一回头 你什么时候救我 呼于地上 是不是 你什么时候救我 哎 最后貂蝉用了 绝招了 妾在身归之中 闻将军之大名啊 坐下马掌中 画感方天己 自以为当是一人 我以为你天下第一呢 没想到 没想到 你反受人所知 你连自己的女人都不能保全 你是爷们吗 你是男人吗 给吕布挺在那 这一句一句 啊 这小刀扎的 所以毛批三国 毛宗刚先生批在这 写了四个字 说貂蝉这表演 貂蝉这份话 四个字 妙极 恶极 恶极 妙极了 恶极了 坏透了 哎 这四个字呢 各位 这四个字我看完 我非常有感触 而且我非常同意 为什么呢 毛宗刚先生这四个字 和当初 李肃一说吕布 李肃骑着赤土腌制马 带着这个金银财宝 说吕布 让吕布宰丁元的时候 李肃跟吕布下那一番说辞的时候 毛先生这批奖一模一样 李肃当初说吕布宰丁元 宰第一个干爹 毛先生就批 妙极恶极 这俩评价一样高 到这 貂蝉这 还是妙极恶极 所以为什么说 毛批三国人家批得好 这就是告诉您啊 貂蝉和他身后的王允 斯多王允 他们俩干的这个事 跟李肃干的那个事 是一样的事 一毛一样 他们当中这手段 都是妙极恶极 妙极了恶极了 说白 都是劝人 宰干爹 都恶极了 都不是人事 所以你说在这 你说跟大伙这个千百年以来 是吧 大伙听评书一人 跟这说三国 一说三国 您心里边蹭蹭蹭 涌现出很多的形象 谁是好 谁是歹 谁是善 谁是恶 您心里边都有一个固定的形象 是不是 李肃这一出来 你心里边李肃就是一个歹人 是一个恶人 他劝人宰干爹 但是貂蝉和这司徒王允这一出来 王允小老头 貂蝉 大美人 这一出来 你心里对他们的印象 就是这是好人 这是善人 这干的是大好事 凭什么呢 各位是不是 都是宰干爹 都是劝人杀人 凭什么 李肃是恶人 而貂蝉是善人 各位 全恶的一块去 对不对 都是劝人宰干爹 为什么你说 吕布上了这档了 你说他是卑鄙小人 酒色之徒 他上了档 他还活该 你反而觉得这出主意 设圈套 这俩人 司徒王允和貂蝉 是秉持大义 你倒不责怪这俩人 特别是不责怪司徒王允 不择手段 这下的是一个什么手段 是吧 妙龄的少女 二八的年华 把他先许给一年轻人 然后又送给一四百斤大胖子 一恶贯满盈的恶贼 是不是 完全拿貂蝉当一个工具人 从王允的角度来说 他做这个事 他恶毒不恶毒 他道德不道德 什么是您心中的大义 所以您判断这个事呢 到底是歹是好 是恶是善 其实咱说白了 不是根据啊 就是他用的是什么手段 您是根据他对付的是什么人 您觉得丁元 他算不上是个歹人 但是呢 他至少他不坏 是不是 丁元至少不算坏人 是吧 这个而董卓呢 恶贯满盈 董卓 七天王帝的逆贼 宰他仿佛就是应该的 所以宰干爹 宰的是董卓就应该的 宰的是丁元 就是不应该 这叫什么呢 这叫咱们这个世界 原本就是双标的 真的 这就是双标啊 你凭什么说 李树是恶人 貂蝉是善人 这就是双标啊 咱们这个事 评价的方式 都是对人不对事 一毛一样的事 对吧 千百年以来 说书一人就这么往下讲 三国的故事 就这么往下流传 千百年以来 大家就是这么认知 这是因为这个世界上 所有人 都是双标的 真的 您别什么事 哎 你双标 你双标狗 所有人都是双标 都会预设立场 真正常 是不是 是 甭管是大事 还是这个小事 对吧 多小的事 扣个鼻孔 美女扣个鼻孔 嘿 有点意思啊 哎 如花出来扣个鼻孔 你吐了 都是扣鼻孔 是吧 它只是人的分别 对吧 所以呢 咱们呢 这个逢事的时候 咱们别攻击 别人双标 因为这世界 本就双标 再到有什么事的时候呢 咱们尽量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别人出了事 你去攻击别人 是吧 哎 但凡是出了事 站在这道德制高点上 去攻击别人的人 您放宽一个历史时间 或者您真正了解 咱您回头去看 它还不如那个玩意 所以今天上来呢 咱们批一段 这个貂蝉 这就是昨天晚上 按说是上回说过的书 我跟那翻这个 毛屁三国 我看见毛泽东方先生 批这四个字 批的貂蝉这四个字 妙疾恶疾 我就是颇有梗 书接上文 这个董卓 把李儒给轰出去 李儒出了门之后 仰天长叹 我等皆死于女人之手也 走了回家脱兵不出 再不出来了 人家知道结局了已经 知道完了 知道够呛了 董卓呢 答应貂蝉了 咱们别在长安再住了 你这义子吕布 川房过屋如屡平地 是吧 早晚来到府中 你要不在我 必为其所害 这貂蝉说的 董卓说咱俩 岂往眉屋居住 如何呀 太好了 董卓 带着貂蝉收拾车账 出长安城 往东 二百五十里地 是奔煤屋 咱们前文书讲了 一个月有时候取一次 有时候去两回 走之前 想起来 又把吕布叫回来 再次厚赏吕布 你别忘了 凤怡婷 董卓至己呀 拿这方天己当了标枪了 打后边多吕布 虽然说呢 我不是把这个 把貂蝉给你 李如说呢 可不存在的 是 不可以 但是呢 再次是厚赏吕布 奉先啊 是吧 事儿嘛 就是这么个事 情况嘛 就是这么个情况 哎 那个家里边缺什么吃穿用度 啊 缺什么金银财宝 什么尽管跟义父说 这都好说 哎 呃 留在凤怡婷里 这方天化己 也还给吕布 给他还回去了 哎 吕布呢 当面就收下方天化己 和董卓的恩赏 这就暗下不提 你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哎 董卓起驾奔梅乌 呃 按照规矩 董卓每次走 满朝的公卿文武群臣 就必得送到长安城外 因为董卓用天子彻驾 跟皇上一样 哎 这个所有人 在长安城外 跟这送 貂蚩 坐于小车之上 车哭了一转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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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果于董卓的行军之中 就出了长安城 貂蚩在小车之上 就挑起帘来 在人从之中寻找 原文是说 就见吕布于仇人之中 全是人 全是满朝文武功卿 文武过官 都在这送行 吕布果于仇人之中 在所有人当中 那董卓不带着吕布 我带着貂蝉上梅屋 我们俩玩去了 花钱酒地去 带着你 我都不踏实 你就给我在长安 跟这儿挪着吧 不带吕布 吕布在人从当中 也在寻找貂蝉 一看那儿一乘小车 甭问了 这个车一看就是女人所成 准是貂蝉 小帘一挑 貂蝉露出半张脸 在仇人之中寻找 四目相得 貂蝉一看吕布 一手掩面就哭泣不止 嬰嬰嬰嬰嬰 就在小车上又哭开了 哎呀 吕布啊 坐在马鞍桥上 头发都立起来了 心碎成八百多半 怎么办呢 眼看着貂蝉 随着这车阵 是渐渐的远去 让干爹带到了 不甘心的 搏马 打马扬边 就奔至土缸之上 边上有一个高土坡 在这高土坡上 能看远点 登高望远 还能望见貂蝉的车乘 我还能多看两眼 看这小蝉挑着 仿佛又能见到 貂蝉啊 挑着帘 还冲自己这边看 二目如同秋水一般 是渐渐的远去 吕布 在这土缸之上 就痛恨叹息不已 心里恨坏啊 但是没辙 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不过相府一家将 干爹势力大 我能怎么办 在凤一亭 貂蝉逼我的时候 我也不是拿着话机 我就想走 正跟着 叹息痛恨不止 忽然间 听见身后 有马蹄声 马蹄声走近 就有一人在身后发话 说温侯 为何不同太师 同往梅乌啊 听这声音很熟 吕布坐得马上 扭向回头观敲 哎呦 司徒王允道了 骑了一匹马 王允面容轻瘦 仿佛啊 比前些日子呀 又瘦了那么一点 哎 他是他 他是他 这马呀就行至吕布的 赤兔马之后 温侯 你怎么不跟太师一块去 嘿 吻得好 吻得妙 吻得混账 吻得光光脚 好 吕布看见是司徒王允 一回头 不说话 再一次是仰天长叹 啊 不说话 王允这时候 马就到了吕布的身边了 与吕布 这两匹马就并配停在这 王允看着吕布 一看吕布这脸色太难看了 呦 温侯 这是怎么了 好些日子没假 老而我只因是偶然小样我感冒 寻日不出 说的多好 宅的多干净 我啥都不知道 你们这些事我可啥都不知道 老而我威然小样 我是寻日不出 哎 只接音闻听相国 是起驾还美舞 闻舞群臣是必得相送 我这才抱恙出府 哎 与众公卿祈祷这门外相送 是才见温侯独自一人 在这土缸之上仰面叹息 不知道你是何故 宅得清楚 说的明白 嘿 到点 吕布一瞅 哎 再叹一声 此头啊 还不是 皆为了汝之女儿 貂蝉吗 啊 为貂蝉 此话怎讲啊 难道说 这许多时日 这貂蝉 还没有被送到温侯 你的府上了 啊 哼 司徒啊 你女儿貂蝉 早已被那老泽 自己霸占了 哎呀 什么 我却不信啊 我不信 我不信 天下竟有这般事 我不信啊 问侯 嘿 司徒啊 他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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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事 你那天晚上你是这么这么跟我说的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等着他们不来 第二天我就上相互了 怎么一回事 我就看见了 哎呀 王允一听王允啊 当时之间是滚安落马 在马上都坐不住了 哭噗 差点摘位下来 咕噜就咕噜下来了 站在地上啊 定定心神 扶着这马 仿佛才站住了 这演技也可以 他家伙 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啊 跟貂蝉 这俩是一对 王允啊 拿脚跺地 跌足探道 原文上 跌足探 拿脚跺地 不料 太师 竟行此 禽兽 不如之事 哎呀 这小词用的 他怎么能这么干呢 好 王允跟边上蹦 吕布骑在赤鲁马上 吕布一瞅老丈人 这别摔着 嘿 赶紧翻身下马 过来一颤王允 哦 司徒 司徒大人 司徒大人 是也知此 如此 我才在这土缸之上 长探 你看那远处 车乘 其中 有一成小轿 那里边坐的 就是 妖蝉 哎呦 王司徒是老泪 纵横 刷 眼泪 下来了 哎 诸此奔头 此处 不是讲话之所 你我且回我府中 是慢慢 续谈 走吧 俩人上马 一前一后 回得长安 就供置 司徒 王允的府上 王允在前面走 吕布在后边跟着 进了司徒府 到得 厅堂之上 坐下 分宾主 落座 就摆上 简单的 这个酒食 哎 王允 啊 这个 这个厅堂之上 这就是 那天小燕 吕布 见貂蝉的地方 哎 那天 你在哪儿 见的貂蝉 今天 咱俩在哪儿 说话 还给你领在这儿呢 哎 堵 私人呢 还是这儿 吕布一进这屋啊 吕布就浑身难受 就欺不打击出来 啊 哎 俩人分拼煮落座 这个简单的酒菜 盛上来 王允 自己倒了杯酒 哎 又给吕布 倒了杯酒 吕布往这儿 一跪一坐 吕布 低头 不语 不说话 你心里烦恨坏啊 王允端起酒杯来 定定心神 温侯 请 吕布也端起酒杯来 司徒大人请 哎 你这一口 啪 王允 这酒杯 把这桌上一割 哎 温侯啊 老夫实在是没有想到 没想到 太师竟行此 禽兽不如之时 他做这样的事情 岂不遭天下人耻笑 他夺老夫之女 淫将军之妻 把我女儿抢了 把你媳妇睡了 哎 要说 他和将军你 你们还是这个关系 是不是 怎么能这么干 哎 可要说天下人耻笑啊 将军啊 还不是耻笑太师 哦 吕布一听怎么呢 太师 有权势啊 哎 我看太师啊 不日将篡汉 哦 他要当皇上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 莫非王臣 那不什么都是他的吗 他要什么 不都是他一句话吗 天下人耻笑不着他 天下人要耻笑 那就是耻笑咱们俩 哎 我闺女让他抢走了 你媳妇让他抢了 就笑我咱俩没能耐 对不对 要说耻笑咱们俩呀 耻笑我呀 我倒也没什么 我一个小老头 我这般年纪 文不能安邦 是武不能定国 你别看我官衔挺大 司徒 是个虚指 是不是 我也没什么权势 哎 现在呀 我这黄土啊 埋到嗓子眼了 不日我即将入土 他们笑过笑过 我又能怎么地呢 笑过我也就还责罢了 可是天下人 还笑过将军你呀 我无所谓将军你 你你你 赤鲁马掌中 话敢方天敌 纵横天下 无人能敌呀 当时岂有将军这样的英雄 将军你 竟然也要被世人 耻笑 我真是替将军 你难受啊 啊 吕布听完司徒谋语这方 一拍面前这案子 哈就面前这杯酒 撞起来三尺多高 啪就飞了 这么大件 吕布是拍案大叫 原文是说 不说话就叫唤 啪啪啪啪 几眼了这是 三尸神暴跳 武林豪气腾空 脑袋上三味真火之喷 疯了这人 啊 说的心尖上 一看吕凤仙 拍案大叫 和王宇赶紧站起 老夫施语 将军 戏弄 将军 戏弄 别肘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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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按住吕布 吕布这还拍拖 老则辱我太甚 我必杀此老子 我非摘了他不可 啊 吕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刚才在土缸之上憋着 这憋了多少天了 吕布早就想摘这么多 不敢说 啊 怕自己没事的 怕自己办不成 今天当着这老丈人 这几句话拱在这了 老子 如我太甚 啊 嘿 哎呦 王宇一听 真心话说了 将军物言 将军物言 小声哑 恐要连累老夫 嘿 啊 嘿 怎么样 这 鸡人的话术 有时候你往前顶 有时候你往后上 你往后上 显得你胆小怕事 你越要激发他 是 哎 所以现在老夫失语 将军息怒 哎呦 将军物言 恐连累老夫 我可不行啊 我可不行 天底人 耻笑我 嘲笑我 没啥 可是刚才我说了 天底人 可不能嘲笑您呢 您是什么样的英雄 哎 王云越说 恐连累老夫 越说将军息怒 越说老夫失语 吕布约恨的 啊 吕凤仙啊 双眉倒数 二目元征 说哼 想我吕布 大丈夫顶天立地 焉能是玉玉 久居人下 嘿 我哪能老在他底下趴着呀 我不能一辈子都干相府一将啊 他今天这么欺负我 哦 王云一听 语布这是动真格的 原文人说 王司徒就以言挑之 这时候就往前挑了 你不是大丈夫不能 欲欲久居人下吗 嗯 王云说 以将军之才 原非相国 所可限制的 以你的能耐 他其实管不了你啊 啊 你当然不能 欲欲久居人下了 你想不居就不居 以言挑之 你看吕布这人就是 哎 吕布这人跟人聊天啊 人退一步 他就进一步 嗯 人家往前挺一步呢 他倒退一步 嗯 你看他跟李素聊 跟貂蝉聊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哎所以为什么吕布此人 叫反复无常之辈 反复无常 就这人心里没定性 他没个准主意 没准主意 啊 这一说 哎 你不是他能限制的 哎 这是我语的老子 有父子之名 孔造世人议论 哎呦 这会琢磨起这个了 天下人要议论我怎么办 哈哈 哈哈 我脑端起酒杯 喝一杯吧 嗯 都撒了 再来一杯 嘿 将军 将军 你自姓吕 向国 他自姓赌 和言俗子 你们俩姓都不一样 嗯 他是谁爸爸 嗯 再者说了 刚才你给我讲的 这过往的这些经历 对吧 你不都讲了吗 凤怡庭 他后边他拿标枪多你啊 嗯 他在凤怡庭 至己之时 向国心中 岂有父子之情 嘿 点在点上了 哎 给你心里这包袱撤下来 哎 给你卸下来 哎 你别担心这事 人家也没把你当儿子 哎 他也没拿你当儿子 你也别拿他当爸爸 世人不会这样议论你的 嗯 如非司徒此言 不 几乎自悟 哎 你要不怎么说 哎呀 司徒你跟我这话 你说的点上了 你要不跟我说呀 我自个想不明白 我耽误我自个 王羽 你看 女父这就要下决心了 将军 此事 尚还有一层 哦 还有一层啊 将军 你如能刺杀 这老子 非只为吴之女 为将军之妻 你干这事啊 不光为貂蝉 将军 你还是为天下之大义 董卓七天往地 灭国弑军 将遇篡汉 将军 你如果能够除贼 你忠臣也 明垂听史是万古流芳 嘿 如果你助贼 你助贼篡汉 你反尘也 是书之主博 你就一臭万年 将军 你听明白了吗 所以啊 咱俩现在要干这事 可不光是为貂蝉 为的是天下 咔一顶大帽子 给吕布戴上了 这帽子 比那竖发紫金官大多了 啊 咔嚓一下 吕布当时觉得 自己高大了许多 成正面人物了 哎 一下卡 正面 英雄人物 英雄的呀 不是为儿女私情宰爸爸 嗯 我是为天下大义杀逆贼 一下立起来 高大了 嘿 吕布这一项吕布 那 决心一下 吕布 离奇 手扶转 站起来 从 乐下 苍朗朗就抽出 乐下的宝剑 就在胳膊这 吒 叫刺臂出血 嘿 宝剑上 剑了血了 就煞血 为事 今天我就在 席前立誓 不意已决 司徒 勿仪 誓杀此老则 以救天下 当然也是为了交叉 来来来来来 顺手 为了交叉 王允一看 王允赶紧也离席 扑通通 王允给吕布跪下了 往这一跪 说汗作不斩 吾女有救 借将军之力也 吕布赶紧是伸手相掺 就把王司徒 是掺江起来 司徒你说吧 咱们怎么干 王允说 林七有记 是自当香港 我做梦 我商量好了 我跟你说 哎 吕布自己回府 是当夜无书 书不要麻烦 第二天早上起来 王允 请俩铁词 哎 文言文叫死党 哎呀 哎 行 朝中啊 多是董卓的耳目 是吧 但是也有大汉的忠臣 像王允这样的 请俩铁词 一个呢 官拜叫菩舍 这人叫士孙瑞 哎 这个姓呢 很少见 一个呢 官拜司力校尉 叫黄婉 给这俩请来了 说咱商量商量怎么办 现在吕布已经加入咱们了 这个事我已经搞定了 吕布愿意再动作 咱们应该怎么办 这个士孙瑞就说了 说这个 这两天啊 皇上啊 生命刚好 皇上过去几天 微然小样 有点咳嗽 今天他已经不咳嗽了 哎 可以此为名 我们就派一能言善辩之事 而且这人啊 必得是懂卓信任之人 就到梅屋去 传一道天子诏 咱们伪造一道天子诏 假诏 假诏 就说什么呢 皇上呢 本来就小皇上 身体不好 哎 这病疫好了之后啊 没有心思在干皇上 觉得自己干不了了 哎 大汉朝天术将近 当今圣上叫善位于董卓 让给你 让你当皇上 哎 重开国号是另辟新天 以后你就是皇上了 请董卓 自梅屋就回长安 就接受这个当今天子的善位 另请天子 出天子诏一道 就赋于吕布 命吕布 帅数百甲士 就藏于北夜门之内 等到老贼回朝 要善让之际 尽得北夜门之时 就关门杀死老贼 嘿 王韵一听这主意好 就是这个主意 吕布咱们已经搞定了 吕布率数百铁甲军 是何人能打 嗯 那么违今之际 派谁上梅屋 去跟董卓通风报信呢 嗯 让董卓回来 善让给他当皇上呢 是啊 此理校尉 黄婉说了 说我这儿有一个人 特别合适 此人啊 虎奔中狼将 哎 现在封了一个新的 官衔的齐都尉 谁啊 李肃 这人是董卓的人 嗯 你知道吧 哎 但是呢 因为他给董卓 办了好大的事情 啊 吕奉仙 为啥把干爹宰了 归董卓呢 都是他干的 对对对 王女傅就是他干的 想起来了 哎 这人办了这么大的事 仅仅封了一个齐都尉 封了一个小小的官职 因董卓不牵其官 心里暗恨董卓酒饮 哎 我们平时有的时候 在一块撸个串 喝个啤酒 喝多了之后 他骂骂咧咧 骂鸡 骂鸡啊 要不是我 要不是我夜里 我找那吕布 汤汤汤汤 我这一套说辞 他那么干爹宰了 他能有今天 啊 吕布不把干爹宰了 吕布不保你 你能有今天 你能当太师 你将来还想当皇上 老了 你现在上去了之后 你素听着不像包头人 你素听着像个北京人 像个北京人 撸着串 拿着扎皮 老了 没有 别想吹去吧 吹去吧 呀呀 没我 玩去吧 都让你说了 什么是你办的 什么是你办的 人家认干爹 就是你办的 那是董卓 是李大根 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知道了吧 那天 一夜之夜 是这么这么这么 一回事 去吧 谁信你 你桌上 这么一哄他 越哄他 李肃越生气 鬼队长大的 骂骂咧咧回家 大媳妇骂孩子 是不是 我可知道他对董卓 是心存不满 咱们把他叫来 准刑 吕布来了 跟吕布一商量 吕布说 好啊 这小子 要不是他 我能跟董卓干吗 我能拜董卓当干爹吗 来 把他叫来 把他请来 司徒王女人派家里 家人请李肃过福 让李肃来 说司徒 有要事 和这个 李肃商量 李肃来了 李肃不知道干嘛来的 这个李肃 进得司徒府 道德厅堂之上 一进这厅 呦 一看 司徒王允 坐在中间 是吧 这个上锤手 坐着这个石村瑞 下锤手 坐着这个黄腕 边上 吕布手持佩剑 站着 吕布在这 吕布跟王允走一块去 李肃多明了 那脑子那转速 好 一秒钟 三万多转 随时有我 李肃进了屋了 李肃一愣 温侯 也在这里 老几位都在呢 王允没说话 王允没说话 王允没站起来 李肃站着 吕布手持佩剑 往前走着一步 李肃兄 温侯 公 当日 劝我杀丁元 而归顺 董卓 而如今 这老贼 七天往地 灭国弑君 恶贯满营 公有何话说 你当时劝我 把我干爹丁元 宰了 归这么多 现在这老贼 干那么多坏事 这个 恶贯满营 公有何话说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不是跟我说 董卓是民主吗 嗯 你不是劝我归降吗 你今天有什么可说的 哦 温侯 我早遇除此老贼 哎呦 呦 聪明人 我早遇除此老贼 是只恨 无有同道 哎呀 今天我看出来了 你们都是同道 哎 一步一朝 那便简单了 啊 便简单了 既然如此 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 我们啊 详请吕肃兄 你呀 就前往梅屋 走这一遭 你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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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老贼说 你框他 回转长安 我率领铁甲军 浮于北夜门之内 我就诛杀老贼 供 意下 如何 你干不干 啊 吕凤鑫说这话的时候 手就一直握着配件上 不敢今儿我就宰你 啊 这就是没有跟你商量 没有跟你商量 对 李素 看看吕布 回头一看 边上 哎 墙上挂着 有弓 有剑 有弓有剑 李素 没回答吕布 李素 腾腾腾往那边一走 从这走兽湖里 就抽出一只凋零剑 他拿出来 回到吕布的面前 说 素 如有异心 有如此剑 咔啪 愿去梅屋 就走这一遭 嘿 哎呀 大伙一看 痛快 聪明人 这时候 王允说话 王允站起来了 李素兄 哎 功啊 如能行此事 何患 不得显观 哎 这话跟你说在这了 你 我知道你为什么恨董卓 别来这套 是 是不是 也知道你想要什么 哎 这个 别着急 是不是 这事你要办成了 我们肯定不跟董卓似的 哎 肯定 这个 高官得座 骏马得骑 金银财宝 打打地友 哎 哎 好 几个人是记忆已定 第二天 李素就率领 从人数十人 出长安城 就骑快马 这快 早上 天蒙蒙亮 就出来了 从长安城到梅屋 二百五十里 那就是一百 一百多公里 二十多公里 一百多公里 骑快马 半日之内 就奔至梅屋 哇 这个速度真的好快 玩了命了 啊 天蒙蒙亮 这跟开汽车 小汽车差不多了 东方露出 鱼肚白就出发 到中午 要到梅屋吃饭 哎 就奔至梅屋 急行军啊 就来了 风尘古朴 求见 太师 哎 这董博 一听怎么着 李素来了 啊 风尘仆仆 急行军来的 带有几十人 不是着急 说有大事要找 啊 赶紧 那守卫人 让他上来 到厅堂之中 与我续话 哎 董卓往这一坐 肉子深沉 李素啊 好 一身的灰土啊 蹬蹬蹬蹬蹬 跑进来 扑通往这一跪 说恭喜太师 是贺喜太师 呦 这么着急 跑到梅屋来 跑到梅屋来 有什么喜事 要告诉我呀 是 要跟我说呀 说到这儿 那个我就想起 这个新版三国里边 啊 就是这个 这个董卓 啊 这个演员的台词 啊 他自称啊 他自称 咱家 我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印象 啊 哎 李素 有什么喜事 啊 这么着急来 要告诉咱家呀 我反正听的时候 我就是非常的疑惑 那新三国里边 也老是 就是新三国 就是新三国 因为什么呢 这个 只有太监 才自称咱家 是吧 哎 我就想 董卓 有时候也称老奴 董卓不是太师吗 什么时候改了 这个官衔了 哎 哎 董卓 看李素贵的呢 啊 有什么喜事 啊 那么风尘仆仆敢来 告诉我 素拿怀里 就把圣旨拿出来了 说太师 是这么这么这么 这么一回事 哎 皇上啊 威然小样 是刚刚啊 病体出狱 皇上不愿意干了 欲将大汉这万里的江山 就善于太师 有请太师啊 即日跟我 就回长安 受善 称帝 坐一朝 人亡 地主 面南 背北 就九五之尊 哦 董卓一听 这是说的心根上了 天天想当皇上 天天想这事啊 没想到 这孩子这么懂事 啊 自己生了场病 自己觉得干着没意思 他要善慰于我 哦 李苏 那朝中的大老元臣们 那司徒王允 如何演讲呢 也得注意点舆论影响 这帮老臣 以王允为首 他们都怎么说的呀 李苏说啊 司徒王允啊 正率众 在都造寿山台 只等太师 回的长安 就登台寿山 都给你彩牌上了 司徒王允 他懂事 前些日子 一个多月以前 请我吃饭的时候 是不是 吃饭 那后半截 咱们别说了 前半截的时候 他跟我说那一番心里话 看来这老小子 他说的是心里话 说的是实话 你看看 咱碰上这大事 他冲在前面 他给造寿山台 王允要是支持我 那满朝很多的大老元臣 这都不会反对 恐怕呢 也都不会反对 哎呀 既然王司徒认为 此事可行 看来老夫 就真要驾坐九五 难怪呀 难怪昨夜之间 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一龙照身呢 我睡着睡着觉啊 天上掉下了一条大龙 把我给照住了 这意思 我就要披龙袍了 我就要成了真龙了 太好了 这什么时候这活 中午 中午之前 李肃就到了 请太师 即日还朝 能早一日受善 咱们是早一日受善 重开天地 是另辟乾坤 好好好 你带我安排安排 你我是 即刻便走 说走就走 说走就走 回到后边 回到后堂 先见老娘 董卓 老娘 现在 多多岁数呢 那年九十多了 九十多岁 老太太了 这个要说身子骨骨是够旺 老娘跟屋里坐着 董卓进来 娘啊 儿子 向娘亲 辞行 这回来 怎么待了这么两天 就走啊 不是每回来都待半个月 一个月吗 有好事了 您啊 马上就当国母 皇娘了 儿子 我要当皇上了 是这么回事 小皇上 他要善位于我 我到那一受善 面年贝贝 九五之尊 成一朝人亡地主 回来我再接您进宫享福 哎呀 儿子 有这等事吗 娘这两天心惊肉跳 我这两天有点防颤 心脏病有点散 有点哆嗦 你上长安 你给我看看 有没有备他乐客呀 哎呀 娘 没事 回头 我在长安城里 给您找一好医院 咱们做个搭桥子 去个西京医院看看 儿子 反正娘啊 是心里头哆嗦 总觉得有事要出 怕不是什么好事吧 儿子 娘啊 休要经营 儿子这一去就当皇上了 您就在这踏踏实实 等着我回来接您 董多辞别老娘走了 其实我看这段的时候 我情感触 真的 你说甭管什么样的人 甭管他多大的恶人 多的岁数 多大的恶人 多恶贯满盈 多不是玩意儿 他在他娘面前 他也是他娘的儿子 他娘还是疼他的 是不是 老太太心惊肉跳 为了这事 他防刹了 从娘的屋里出来 那甭说了 上貂蝉屋里 哎 没屋之中 存美女八百 呦 但是存的粮食够吃穿用度二十年 哎 自从 貂蝉来了 好 那八百美女都靠边了 天天就跟貂蝉 哎 貂蝉正在屋里坐着呢 哎 一瞅 董多是满面对笑啊 进来了 啊 进来了 美人啊 哎 有好事了 你猜什么好事 有贵人有何好事啊 皇上即将上位于我呀 我要当皇上了 我当了天子 你便是贵妃呀 啊 貂蝉一听扑通 貂蝉跪下了 哎 臣妾谢主隆恩 嘿 哎呀 在此等着吧 等着我好笑一把 把貂蝉扶起来 哈哈 大笑走 貂蝉一瞅 貂蝉明白了 大事记 行了 是不是 司徒王云 还有吕布 他们肯定说好了 这回老贼去 哎 就回不来了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自来头 这一回你就是有趣无魂 董卓辞别老娘 辞别貂蝉 出来找这几名心腐的大将 李绝郭寺 张继繁愁 命他们率三千飞雄军 就驻守在梅屋 总说倒霉 心腐大将是遗日没带 为什么呢 他觉得朝里边我也有心腐人 王云我心腐人 吕布我甘儿子 李肃我心腐人 这都是我心腐人 哎 所以李绝郭寺张继繁愁这几位 带着人就驻扎梅屋 就完了 不用跟我去 哎 李肃啊 我都已安排停荡 你我是速速起驾 就回转长安 得 这个李肃带着这几十人 换了马匹 以董卓的车账 就自梅屋出来 午后就出来了 就往长安城边赶 这个董卓这车账啊 从梅屋出来 他没法向李肃那几十人骑快马那么飞奔 那就是慢慢走 董卓是坐车 董卓即便骑马呢 他也骑不了那么快 坐着车慢慢晃 从梅屋到长安 一般来说 得走两天 那骑马也是一天半 今天中午出来 也得走到第二天的傍晚时分 甚至到晚上才能这个到的长安 所以中间呢 得住这个管医 董卓这一出来 一离了梅屋 原文上就有了 各有异象 不断的有天之异象给董卓报警 原文上面都有 前前后后 一共有四次 有天上神仙给董卓报警 神仙也闲着没事 说这个 这个董卓一坐这个 坐着车出来 天子车乘啊 一出来 梅行吉里路 咔咔 车轮的蛇了 车胎爆了 那时候是大木轮 没车胎 反正就是车轮的蛇了 车蛇轮 车开不了了 不能坐马车了 下了马车 骑马 骑着逍遥马 再走梅吉里路 嘎奔 叫马断配 马这嚼子 僵上断了 这马 也不听指挥了 捏不住了 还得换马 车哲轮 马断配 哎呦 董卓就问了 说李肃 旁边一直伺候着 并配而行啊 李肃 这车哲轮 这车哲轮 马断配 这是何征兆啊 太师 这是太师 马上要登九五之尊 驾坐天子之位 将换金安玉颤的征兆啊 你要说这事除了李肃 还真没人干得了 没这么快 神仙一提醒 他能这么快反应 他能给董卓说上来 车哲轮 马断配 这头一天出来 走到晚上了 沿路有管义 哎 这住的管义 一路 这个 一夜无书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 哎 车架再往前走 没走几里路 突然之间 呜 原问是说 狂风骤起 就昏雾碧天 大风大雾 前边路都看不见了 不让走了 没法走了 就原地停着 得停个一两个时辰 哎呦 董卓自己在这个车里边 把车帘拉开 瞅瞅外边这天 猪八剑要来了 这是怎么了 李肃啊 这狂风大雾 这是何征兆啊 太师将登大位 天子即将更连 起雾红光紫雾 以壮天为虎 哎呦 哎呦 说的好有道理 嗯 啊 好有道理 李肃 太能忽略了 到这个第二天的晚间 就回到长安 回来了 回来了 哎 百官都迎出 这个长安城外 每回走得送 回来得接 哎 董卓瞅了瞅 嗯 独无二人 司徒王允没来 李如没来 司徒王允干嘛呢 监工呢 忙 忒忙 哎 这寿善台啊 明天就得用 啊 这一天当三天时 跟那自己 跟那台上抽鞭子呢 监工来不了 李如呢 李如近来是染病不出 哎 不太舒服 不能出来接家 好好好 吕布来了 语步来了 哎 就车驾之前 哎 往这一站 对董卓是身师一礼 父亲 孩儿 恭喜父亲 嘿 哦 哦 我 继大魏之后 主 便是天下兵马 大将军 总督 天下兵马 孩儿 谢过父皇 董卓高兴啊 来 这一天 回相府睡觉 夜里睡着了 半夜时分 好 闹鬼了 半夜 又闹鬼 夜里 三四天钟 哎 这个听见街上 有小孩唱歌 歌声七历之极 好 街上有数十小儿做歌 小孩唱 不是庆祝生生入耳 千里草 何清清 十日补 不得生 千里草 何清清 十日补 不得生 倒霉倒霉 没文化这 你知道吗 没听懂 你把这几个字拼上 你看看是什么 千里草 乃是懂 是吧 是吧 何清清 十日补 十日补 乃是拙呀 不得生啊 是不是 哎 没文化 您知道吗 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不爱看推送 不爱看 哎 不爱看老要求 是吧 你们 最好把文字改成视频 或者音频 哎 这样老夫 还才看得懂 嗯 看懂啊 哎 第二天早上起来 李肃过来 请董卓 啊 圣上 太师 哎 咱们今天受散去吧 昨天晚上我听见小孩 好像就在我这 乱后头 也不知道哪来了那么多小孩 嗯 跟他唱歌 唱的是千里草 何清清 十日补不得生 嗯 这十二个字 李肃啊 啥意思 嗯 李肃如此能言善辩 啊 如此的反应 激敏之辈 到这时 竟然是一时雨塞 哎呦 实在解释不了了 这就是 好 瞪俩大眼啊 瞪俩大眼 我咋说呀 李肃说 那也是 董事当兴 刘事当灭之意 你琢磨 这时候心已经迷惑了 你说啥我都信了 这会儿 好好好 哎 出来上了这个车证 数百铁甲军 在其后护佑 嗯 还有吕布 吕凤仙 手持画杆 方天己 坐在赤兔马上 就跟在铁甲军之后 李肃就在这车记之旁 是扶车而行 李肃扶着这车 这么走 从相府出来 眼看这个前边就是皇宫大门 哎 在这皇宫大门之前不远 突然之间在街边上就转出来一个道士 咱们说了啊 神仙给这个四次提示 是不是 前面三回了啊 就转出来一个道士 这道士变戏法了 哎 在手中这么一挥刷 就展开了这么一尺的白布 越拉越长 这道士好像胳膊越来越长 手直着扶尘 这步 最后有仗鱼 这白布打开了 这白布上呢 上下各写一个口字 白布 上下 俩口 二口成铝啊 这是个白布 这叫铝布 哎 哎 哎 小心铝布 你懂 董博一筹 这道士 展开一块白布 上面斜俩口 李肃 这是何意 哎 李肃心说你们有了没完了 谁派来的呀 啊 玩我呢 我这么明白 我这么聪明的人 我都没话了 太师 这有病这人 哎 哎 实在没话 这不是我编的 原文上说的好 李肃到这 李肃也骂街了 此心样之人 这有病 有病 这有病 我太难了 哎 好家伙 我跟你说啊 就这四趟 这四趟下来 给这四趟提示 没有拦得住董卓 你知道啊 董卓就要尽得宫门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这世间啊 只有神仙不双标 嗨 嗯 世人就双标 是不是 唯有神仙不双标 谁要玩都给提示 是不是 落凤坡 庞统庞士园 一上马 这狄龙马一声嚎叫 哭通 给庞士园 遮下来了 是不是 刘备万里江山 不要出兵 伐武 七十万兵马 就罚东吴 路上碰着一老神仙 是不是 刘备问人家 上山进山洞 问人家 我这怎么样啊 老神仙 画这个 画这 拿白纸 画这个 车上马匹 画军队 画了七十多张 画完之后 全给撕了 现画现撕 撕撕撕撕撕 画完一撕 一撕老神仙走了 刘备说有病 对吧 这个给提示 刘玄德什么人 信义铸于四海 总懒英雄思贤若渴 汉史宗亲 是吧 帝史之诏 那你给个提示 正常吧 是不是 庞统庞士园什么人 扶龙奉处 得以可安天下 你给个提示 正常吧 冻卓什么人 是吧 七天网地 窃国之贼 大坏蛋 大奸臣 也给提示 而且给设计 充分说明 只有神仙是公平 只有神仙不封流 难道不是这些人 都冲了直了吗 哎呀 充分说明 神仙实在没事干 我跟你说 董卓 这个帅这铁甲军 就进北叶门 进这北叶门 里边要善位了 门口 有守这个门的兵丁 说 说这个铁甲军 不可 今天要做的是国之大典 所带兵士是禁党于外 仅预车二十余人入内 就只有看车的这二十多人 也不是当兵的 不是当兵的 推这车的 董卓天子车账 龙居凤年 推着这车账入内 董卓也马虎了 董卓飘了 但是董卓呢 表示也可以理解 今天要举行这么大的盛典 是吧 里边是司徒汪允安排的 这还能有差吗 哎 再说了 回头一看 除了这个 预车这二十多人 推车这些人 旁边李肃在呢 我儿在呢 吕布在呢 骑着赤兔马之上 倒托着画杆方天起 有我儿子在 我怕什么 就进得北叶门 就这一辆车 就这一辆车 进北叶门 直至前面 殿堂之前 是空地之上 董卓进了北叶门 嘎巴 大门一关 董卓往前戏关 董卓 就觉得有点蹊跷 有点不对 为什么呢 受膳台呢 那大阵仗呢 是不是 你应该有台子呀 你不是天天监工吗 哎 没有受膳台呀 就看司徒王允 就率领文武数十人 就站于店前 各自是手持配件 哎 指定乐下的宝剑 哎 总卓说有点不对呀 李肃 这受膳台 问他 到死没命 李肃 这受膳台何在 这王允这拨人 他为何是各执宝剑呢 好 李肃 针对得起他 李肃 这回 有病都不说 李肃 一低头 不回答 没什么可跟你说的 是推车 速行 走吧 你给我 嗨 嗔嗔嗔嗔嗔 扶着车 就往前走 这车上往前一进 就看司徒王允 苍朗朗 乐下就拔出 跑剑 身后这文武数十人 也是各执 宝剑 唐浪浪全抽出来了 奉天子赵就诛杀逆贼左右 与我杀 王允大喊一声 两边就扶兵进出 就出来百余甲士 各自手执长枪力矛 上来就直扑董卓的车杖 哗就上来了 哎呀 不好 董卓这身边一个刺激人都没有 啊 除了驾车的以外 董卓也苍朗朗从乐下抽出配件 董卓啊 别看外边穿着这个锦衣花服啊 内卓仲凯 嘿 有准备 里边有铠甲 每天出来里边有铠甲 要不走着慢 内卓仲凯 抽出乐下的宝剑 两边这个长枪 这个短刃 刺过来 董卓就直定这宝剑 就拨打兵刃 在车上 这车往前走啊 董卓一看兔崽子还把我往前推呢 啊 李富我明白了 好 他们是一伙的王云老小子 判了遍了 哎呀 大事不好 好 百密一书啊 啊 你就算肉大身尘 就算是有靶子力气 毕竟两边百余甲是 噗 有一人啊 持定一束 就从董卓这左臂就扎进去了 这身穿重甲呀 胳膊上没有 重甲主要是互定这个前胸后背 前胸和后背 噗 郑重左臂 这一处 董卓是大喊一声 是翻身坠车 扑通 从这车上就掉下来了 董卓掉到地上 咕噜咕噜咕噜 往这一滚 好 胖 来就地十八滚 这一滚 好 将要起来 董卓还心存妄想 心存侥幸啊 剑还没撒手 向天使一声高呼 乌尔凤仙何在呀 只听见车后 赤兔马 马挂轮铃声响 啪啪啪啪啪啪啪 赤兔马如风伺殿 就到了进前 吕布啊 双手一颤 掌中话敢方天挤 高喊一声 吕布在此时奉赵 掏 这次耿嗓咽喉就穿进去了 一挤之下 老则就丧了残生扑通通 这下死尸倒地 那连个奔都不打 这回是彻底死了 一点都没剩 死透了 老贼的这个身躯 往地上这么一滚 好 还得说李肃 李肃手真快 原文上说 李肃早割头在手 这尸体 大伙想啊 扑通通往这一倒 李肃这个 看这吕布这话敢方天挤 不穿进去吗 啪 往外这么一抽 刚从嗓子眼里抽出来 李肃乐下这宝剑就到了 人头贴下 一拢 这老贼的头发就给穿起来了 老则董卓已然扶诸 他是人头在此 好 吕布 吕凤仙右手持定画感方天挤 左手从怀中 哎 就掏出这圣旨 嗯 哎 说圣旨在此 老则董卓已然扶诸 是与党皆不问罪 其他人没事 其他人没事 哎 哭插 给这个 董卓开车这帮 驾车这帮 全跪去了 哎 北夜门这么一打开 外边董卓带这几百铁甲军 啊 往里边一吵 或啊 太师的脑袋在这呢 李肃给举起来了 听明白没有 董卓老则已然扶诸 与党皆不问罪苦茶 外边全跪去了 哎 北夜门之中 文武不关 这些公卿 还有这个城市的 这些铁甲军 这些兵丁 一个个高举双臂 是山呼万岁 万岁万岁 把老贼给宰了 王允 司徒王允 哭通往地上 一跪老泪纵横 剑也扔了 双手举天啊 汗作犹存 即苍天之力也 只有王允知道 这事多不容易 是 啊 这帮人全跪去了 只有吕布没跪 啊 吕布明白 吕布回首一看 董贼已然扶诸 那李儒何大 他也琢磨李儒呢 嘿 恨得好 啊 其实吕布佐了 他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 李儒还替他说话来着 是不是 但凡董卓要听了李儒的话 这能有今天 这个事儿吗 是吧 不可能啊 是不是 哎 吕布这一说 李儒何在 何人去拿那李儒 嗯 诸卓为虐 借李儒之力也 嗯 第一个举手的就是李素 我去 嘿 什么事都冲在头楼 脑袋 我看 李儒 我挡去 嗯 还没去呢 嗯 就听见 这 人从之外 有人高喊 李儒已经压到 哗 哗 一瞅谁啊 李儒的家将 嗯 哎 叛了变了 嘿 这么痛快 哎 人家这战队 战的多快 哎 你说这耳目怎么这么快 这北夜门里出了事儿 那边就听说了 这是看了直播了 还是怎么着 已经把李儒压到了 最起码得有个横拍 哎 压进来 哭通一脚 给踢躺去 往这一跪 看见没有 哎 老泽的人头失手在死 李儒一瞅啊 哎呦 我的太师呦 我的岳父呦 咱完了 别废话了 全完 把李儒压出去 就斩于世曹 这甭说了啊 把董卓 人头悬于国门之上 长安城大门 人头 悬挂起来 但凡是进长安的 来来往往 谁都能看见 城里边圈了这么大一块地 哎 围起来 把董卓这尸体 没脑袋 就一个 就枪子 大胖身子呀 大胖身子 往这地上一扔 董卓的尸体 有人看着 哎 就暴尸于世 扔在这门口 只要是 这个 进了长安城的 就能看见 都能看 展览 就能看见 展览 这谁过长安城 谁从这门口过呀 看见尸体 大家伙是拍手称快 手舞足蹈 董卓实在是恶贯满盈 到了晚上 哎 这个 看董卓这尸体 这当兵的 闲着没事 这两边有火把呀 罩着 晚上闲着没事 老泽这尸体也在这 这个胖子 四倍多斤 瘦大身沉 这老贼太坏了 九尺肉林 害了多少人 他害了这么多人 他死了呀 咱们玩玩他 过去给衣裳撕开了 在肚脐眼这 撵了个鸟 肚脐眼捅一小眼 这个白油往外这么一流 这鸟插的上头 喷 点一小蜡烛 跟这一点 这油往上这么一走 这蜡烛点着了 给董卓点了 天灯了 这真是急性了 人死之后还点了天灯 万民欢庆 到第二天 王允命吕布 李肃 还有前文书 咱们说过这个左中郎将 黄浦松 是率兵五万 就兵发梅乌 这个五万兵还没到呢 董卓那守梅乌 这个三千兵 李绝国死张继凡仇 早就得着回报了 太师到长安第二天早上 说受膳去 进去就让人宰了 太师完蛋了 李如 斩鱼释曹 也完了 那边 王允 吕布 这都叛变了 要发大兵 攻打梅乌 咱这几千兵 咱哪扛得住 咱跑吧 李绝国死张继凡仇 就带三千兵 就出得梅乌 就连夜奔回西凉 就跑回西凉 老根据地去了 哎 吕布鱼 李肃等人 率这五万兵 到得梅乌 到点是进展董卓之架小 凡是董卓九族以内 是甭问全杀呀 董卓他娘 九十岁老太子 你说招谁惹谁 他进来 也宰 董卓的这个两个弟弟 也有掌管兵马的 叫董银的 有叫董皇的 甭来这套 甭来这套 全宰 但凡姓董的 跟姓董的 在五福以内的 就全宰 吕布吕凤仙 道德梅乌 就第一件事 原文是说 就是取了貂蝉 吕布就变取了貂蝉 取是取东西的 就是人是工具人 工具人 是吧 变取了貂蝉 把貂蝉先揽在怀里 我先踏实 把董卓存于梅乌之中 这些金银珠宝 是零罗绸缎 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以及存的梅乌里边 可使用二十年 这些个粮食 全都撬出来 装大车 装几千车呀 就回转 长安 司徒王远 高兴了 董卓的余党 进阶浮诸 凡是姓董的全宰了 别来这套 国贼已经完了 看来我大汉又是忠兴有望 乃具文武功卿 是汇于殿上 司徒王远高兴坏了 我这连环计 用到今天是终于成功 看来我大汉 还有啊 数百年的基业 也许是可以延续 王远就在这个台前 这么一高兴是祝愿天地 大伙在底下 各举酒杯 苦天同庆 苦天同庆 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是有人来报 说司徒大人 说那董贼的尸体 是报尸于皆是 今天早上突然间来了一个人 扑的董卓的身体上就哭 已然让我们拿来了 所有的人到了这街头 看见董卓的尸体 过来都是骂 过来都是唾唾 过来都是踹两脚 唯独这人 是扑的董卓的尸体上 是痛哭失声 王远一听气坏了 敢有这等人士 速速与我拿来 各位到今天 逆贼董卓是忠于扶诸 这位到底扑的董卓身上大哭 他到底是谁 到下回李绝郭寺范长安 曹梦德 这才要二度出世 为报复仇 梦德兴兵 这才有陶公主 翻让徐州 精彩的回幕 咱们是下回 再说 推广